懂不懂什麼名字啊 綠水鬼 江頭表不認識 只是認識綠水鬼 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Gorris Time Piece GDZ4的小剛 這位是小魚 Hello 小魚如果有看小剛上一集的這個 金弓SEQUO ROOT SHOW的影片 也就知道 小魚是小剛在野生捕獲 抓回來的 今天就是非常的開心 小魚陪小剛一起做這個 分享小剛自己的萬表 這個第三集的這個影片 那影片還沒有開始 先感謝一下這個產幣 我們是借用這個 大家也知道 小剛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Andy Chan 在Mid Valley的這一間 新的錶店 大家有什麼疑問 是想看錶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 非常漂亮的一間錶店 那小剛就借用這個場地 非常的開心 那好 今天講到這個 這個分享萬表第三集 還是一樣小剛就帶了 Giorg 讓小剛看一下 小剛一樣就帶了六支的這個 萬表 手錶 這六支 所以好像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一看 小剛今天第三集要分享一些 自己的萬表的一些收藏 是哪一件 想問一下你第一支 你覺得這個 你喜歡的是 看上去 你喜歡的是哪一支 看一下 我們先問一下他 我們看一個如果不太會了解手錶的 女生 朋友 那看他第一眼會看上哪一支手錶 那你第一支最喜歡的是哪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吧 這一支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支 我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一支 那這一支是 Square 這一支 這個品牌是一個 歷史也非常久的 那小剛也曾經有做過影片的 如果想看過影片的朋友 關於這一支 鯊魚表 這個Square 那可以看回小剛之前的一個影片 那這個表場是 以前就是幫很多一些高級的品牌 好像Blancpant 寶博這些都曾經做過這個製造生產 它這個表格 這個品牌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 這個Square 有聽過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它表這裡有一條 這個像什麼 千層高 問得非常好 它是一層這個Carbon Fiber 一層是這個Fiber Glass 所以它結合起來 這個表就是一個 它的材質其實是很創新 蠻特別的 那這一支表是 也是這個品牌 Square送給小剛的 所以非常的開心 這邊 這個是Square送給小剛 所以這支表 對小剛來說是非常有 非常大的這個意義 我時常經常佩戴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整支這個你知道黑色嗎 大家就非常有心 我覺得這支綠的也有吃點 綠的這一支 這一支 那這一支是小剛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 這一支是一個吸鐵層 CITIZEN的這個Eco Drive 那不騙你 這一支表也是CITIZEN 送給小剛的 哇你全部的表都是送的 那因為所以 非常的開心喔 那吸鐵層CITIZEN 這邊要跟這個 馬來西亞的CITIZEN 講一聲 真的是感謝啦 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們真的很大方 就是你知道我收到表 就真的是很爽的 很開心 那這一支是一個方形的 這個有一點像這個 煙灰桿 這是什麼材質 這個材質是 這個碳太清楚了 所以它是上手是非常的輕 而且這支表是太陽能 小剛這個什麼說 在我親民價位當中 除了進攻 CITIZEN 經常都是小剛 非常推薦 我經常分享的一個品牌 這支表 綠色 它是一個迷彩系列 CAMOFLASH的這個系列 小剛這支表也是 BEST 非常的喜歡 你喜歡沒有 喜歡 當然是我不會 特別啊 相信我不會送給你 好那第三支 你比較喜歡哪一支 這個應該是 是夜光的吧 對 厲害啊 對表於研究 這個小女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支 好這一支是西鐵城 全夜光的這個 復古 不隱瞞你 這一支也是CITIZEN 送給小剛的 你的表都是送的 當時候收到 這個CITIZEN 西鐵城 新城這個通知 說要送給小剛這支表 哇小剛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一支表 主要是因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 你看到這支表 它是全球限量的 你看到這邊 全球限量2000支 那小剛這支是第四支 所以我收到之後 真的是 這是河豚 對後面是這個河豚 還是一個Puffui 一個Fugu 這個河豚 你喜歡那個河豚 很可愛 對 非常的可愛 這支表 而且是全夜光表盤 限量的這個 限量版 所以小剛個人這支表 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小剛也換了這個 尼龍的這種表帶 這個 這個研製 真的是 又生了一個膽詞 非常的漂亮 再來呢 接著下來你還喜歡哪一支 勞力士 終於講到勞力士 我以為你一開始會選勞力士 想不到你會 現在才會講勞力士 其他的沒看過 這樣就讓你給大家看一下 來秀一下 拆掉那個 你可以先幫他拆掉 怎麼拆 怎麼拆啊 你需要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好 簡單 這樣好 他就拖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支表 好 這支是 懂不懂什麼名字 綠水鬼 江頭表不認識 只是認識綠水鬼 這支表是 好 先講一講這支表 全新的 小剛也沒有帶過的 好幾年前 應該是前 2018年 應該是我沒有錯 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這個朋友叫 這個送的嗎 連這個表送的話 我想 沒有 這支表是小剛 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在國外 幫小剛 就幫我自己 入手到了這支表 這支表是以原價入手的 那時候的價格是35,000 我沒有說話是35,000左右 這支綠水鬼 尤其是他停產過後 那個價值 一直在升 非常有這個 升值的這個潛能 所以會不喜歡有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 知道 現在這個表 我不清楚 應該8萬 9萬 應該會有 尤其是我這支表 小剛是沒有佩戴的 完全是新的 所有的那些膜 原廠的那些 那些膜 全部都貼上 我是沒有帶過的 這支表是全新的 主要是買來收藏而已 那我也不知道他會 這個價格 會升得那麼厲害 那麼瘋狂 所以這支表 讓我真的是 我不帶 但是我還是會喜歡 那誰不喜歡錢 對不對 是不是 送給你 謝謝 好 下一支 你會喜歡哪一支 這一支 蠻特別的 這一支是我非常多的故事 我可以分享 這一支表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 非常的特別 這一支 這一支表 如果有看小剛的影片 應該 我先這樣講 很多次 小剛在街道上 就是我在外面逛的時候 就好像在一些地方 Pavillion 或是Mid Valley 這些 很多次被人叫停的時候 就遇到一些 頻道的一些表友 或是一些粉絲 就問小剛 就問我是不是小剛 那我問他 你不知道我是小剛的 他打我 因為我看到你手上這一支表 所以我猜應該是 他這樣打我 所以不是因為看到我的臉 他知道我是小剛 而是看到這一支手表 所以他知道我是小剛 所以這一支可以說是神機 這個表真的是 識別度非常的高 而且在市場上真的是 非常的少 我幾乎完全不會賞表 這一支表 我戴了這麼久 OK大家看一下 這支大家也知道 這支是 講了這麼久 這個名稱就是 殭屍單頓的 這個 縱橫四海這個系列 這個Vacheron Constantan VC的 Oasis 它是第二代 47040 這個42mm的 這一個款式 這款式其實我個人 非常的喜歡 是因為他一直有在 很有這個 寶質跟這個 甚至的空間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個 Holy Trinity 這個 這個槓王系列當中 AP PP這些 也炒得非常非常高 這個價格 那VC相對來講的話 它的價格還是非常的親民 而且第三代來講的話 它價格也是比第二代來的高 所以變成了第二代 在市場上 不論它的顏值 甚至到它的價格 就是以表論表的話 它是 還是一個非常值得 收藏的一個錶款 最後一支 第六支 肯定是這一支 這一支 這一支也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 這一支我個人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 是一個梅花 Dintoni 這支表 沒不沒 郭小玉 很特別 方形表 那先講一講 這一支我不隱瞞 也是 梅花 Dintoni 馬來西亞的梅花 Dintoni 這個老闆 送給小剛的 非常的開心 真的是非常感動 因為這支表 我主要是非常喜歡 是它也是一樣 完全不會跟 隔壁老王裝表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 你知道嗎 這種方形的 這種方塊表 造型非常的古特 一個字 讚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這支 主要這支表 因為也是人家送的嘛 不用錢的東西都是特別好 對不對 所以這支表 尤其是梅花 Dintoni 這個百年的老牌 也是小剛個人 非常欣賞的 一個品牌 尤其是近年 出了這些Cscoper 用了這個自家的機芯 哇 讓這個品牌 真的是名氣大增 這個也是我個人 非常喜歡 Dintoni 這個 它這個全新 這些表款的 這個做法 真的是個人非常喜歡 好 以上全部這些 就是今天小剛跟大家分享 第三集的影片 這六支 那 下一集小剛有做這個分享萬表 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剛其他的一些萬表的一些收藏 所以記得留守小剛的影片 那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小剛 拜拜